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配得的 我们带着感谢的心 我们来赞美你 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的依靠 这个时候我们仰望你 我们来赞美你 你是荣耀的神 你是配得一切的赞美 一切的敬拜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你 我们奉耶稣名字 祷告 Amen 我们一起来 让我说 让我说 能赞归 能力归 我们恍惚恍惚 在美你 在你 在宝座前 我们 自信 恍惚恍惚 让我说 能赞归 你 荣耀 对你 对你 荣耀 在你 天中 在美不提 在你 光中 喜乐 无比 让我们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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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主恩 思维 说 知道 真 没想 你 想赞美你 喜乐 又满意 你 忧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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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 欢呼 在你 你 在宝座前 我们 尽情欢呼 让我说 圣诞 对你 荣耀 对你 对你 我们 在你 天中 在美不提 在你 光中 喜乐 无比 再来一次 我们 让我们一起 你 上自恩 自慰 就 知道 你 真 美 神 喜 在 上 也 喜 了 又满意 又 相近 都 褪去 让我 受伤 再 回 你 你 送你 回 你 我们 跳舞 在你 在你 迷 你 在宝座前 我们 自情欢呼 让我 说 圣赞 归 你 荣耀 归 你 我们 在你 天中 赞 赞 美不提 在你 光中 喜乐 无比 在你 光中 在你 光中 喜乐 无比 你 唯有 他 配的 赞美 因他是 主 喜 在 静在 快来 去 玩 关系 要 鬼拜 回头 都要 承认 他是 主 耶稣 他是 主 耶稣 他是 主 耶稣 他是 主 他 的 是 主 是 主 耶稣 他 是 主 祭 他 是 主 耶稣 他 是 祂是主耶稣 祭祭来吃 唯有 祂配的赞美 祂是主 我们赞美的耶稣 祭祭 今才快来去晚 万喜要退白 我都要承认 祂是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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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 祂是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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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的耶稣 赞美的主耶稣 祂是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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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口都要见人 祂是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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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 再来是我们唱 唯有祂 唯有祂陪的 赞美祂是主 祢是主 基督 今再快来君王 万喜要跪拜 万口都要承认 祂是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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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赞美你 现在 经在 以后 用祂的神 我们自己 来荣耀你的民族 哈利路亚 主 哈利路亚 谢卡拉巴里 神经 耶稣 你保坐在这里 哈利路亚 你荣耀在这里 神经 耶稣 神经 耶稣 你保坐在这里 哈利路亚 你朋友在这里 君王就在这里 我们浑然陷阱 用带你为王 荣耀都归于你 君王就在这里 你保坐在这里 神经 耶稣 神经 耶稣 你保坐在这里 神经 耶稣 你保坐在这里 神经 耶稣 神经 耶稣 荣耀都归于你 神经 耶稣 你保坐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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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 耶稣 神经 耶稣 为你指高圣主耶稣 更多更多 来攻击你生命 更多更多 来捂唤你的命 更多更多 来承认你世主 直到哪里 我再见你的面 更多更多更多 来捂唤你的命 更多更多 来捂唤你的命 更多更多 来承认你世主 直到哪里 我再见你的面 更多更多 来捂唤你的命 更多更多 来捂唤你的命 更多更多 来捂唤你世主 直到哪里 我再见你的面 君王就在这里 我们幻然陷进 等待你为我 荣耀都归于你 君王就在这里 他能暂现彻底 更多更多 来捂唤你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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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愿尊贵胜责和全能 都归于你 但愿尊贵胜责和全能 都归于你 都归于你 主耶稣 用我曾神儿子 用我曾神儿子 主耶稣 用我曾神儿子 哈利路亚 但愿尊贵 全能 归于我们的主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单单的侍奉你 我们单单的敬拜你耶稣 今天早上 愿你得到最高的荣耀 哈利路亚 使得主你配得 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 哈利路亚 我们谢谢你 主啊今天早上 让你得到更大的荣耀 更多的荣耀 你是配得的神 哈利路亚 使得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 哦你说凡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字 聚集在一起 你就在我们的当中 主今天早上你就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谢谢你 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 哦你来赐福于我们 哈利路亚 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字 我们祷告 Amen 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 James Dan长老 他为我们正道 我们来欢迎他 弟兄姐妹早上好 欢迎你们再一次呢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聚会 我们的神呢 是美好的神 他看顾我们 他也爱护我们 所以呢 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常常就体验到 父神对我们的看顾 也对我们的爱护 那今天呢 我们要思想 再次思想到诗篇 第103篇 那最近呢 我相信呢 圣灵就在我心中印证 说在这个时期的时候 许多人感到 心里面很大的不平安 或者是压力 心里面 受到四周一的事 感到很烦躁 国家的事 经济的事 工作的事 还有呢 病情 都不稳定 令到很多人 都心里面感到恐慌 所以是最近很多人 问你 见面的时候呢 就说呢 你打了vaccine了吗 所以一天我在想 如果我们能改一改说 你信耶稣了吗 那也是好事吧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诗篇 诗篇 一百零三篇 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的话语 第一节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明 第二节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 他的一切恩惠 第三节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抑制你的一切疾病 第四节 他就受了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宽眠 第五节 他用美物使你所厌的得以自主 以致你如影烦恼还童 第六节 耶和华施行公义 为一切受其人深渊 第七节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第八节 也华有怜悦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第九节 他不长久这辈 也不永远怀怒 第四节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造我们的罪来报应我们 第十一节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 向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第十二节 东离西有多远 他教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第十三节 父亲怎样怜悦他的儿女 父亲怎样怜悦他的儿女 也何也怎样怜悦他的人 第十四节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十年我们不过是尘土 第十五节 至于世人他的年子如草一样 他发望主野地的花 第十六节 尽风一吹便归无有 他的远处也不再认识他 第十七节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以敬畏他的人 从恨古到永远 他的公义也归以子子孙孙 第十八节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业 纪念他的训斥而遵守的人 第十九节 尤华在天上立定包着 他的权柄同管万有 第二十节 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 有大能的天使 都要称颂耶和华 第二十一节 你们做他的祝敬 做他的仆一行 他所喜悦的 都要称颂耶和华 第二十二节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 在他所治理的格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感谢赞美神 当我们来思考这诗篇呢 圣经里面的诗篇 我们常常看到呢 神使用他的仆人 就在那边呢 来跟这个神来交通 或者向我们伟大的神来祷告 或者歌颂赞美他的荣耀 诗篇关于人对神说话 或者是关于神的本性 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诗篇呢 从几方面来看神的本性 第一就是 我们的主 我们的真神 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他是完美和人们仰慕的 耶和华是创造者 他是美好的神和慷慨的神 他是伟大和全能的神 他是圣界的神 他充满慈爱和信实 耶和华满有能力 他是公伟和公平的真主宰 神是灵 他愿意显露他的旨意 真理和人生命里面的方向 所以当看到大卫再次写这个 诗篇103篇的时候呢 就给我们的心里面再一次呢 来思想神对我们的爱 因为他的灵面没有断结 他的慈爱是永存的 弟兄姐妹 上一次我们思考神的话语 诗篇23篇 那么最近呢 当我祷告的时候 我还没有准备这篇道理的时候 通常我就会问 我们的主 到底你要我讲些什么 因为神的话语 在某个时间里面呢 讲的何时呢 就形成我们心里面的力量 而且 当我们被圣灵引导的时候 他会给我们 这个智慧 讲出造就人的话 所以最近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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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印证 说 我是 爱 我的 儿女 的真神 我的 慈爱 我的怜悯 每天 都是新的 在这个时刻里面 我觉得呢 信徒 或者 其他人 心里面呢 就有一个挣扎 心里面 繁草 就像 诗篇所说的呢 我的心啊 为什么 你繁草呢 为了四周五一的事 但是 在这个 冰荒 马乱的时刻 我们的真神 主耶稣 是 我们的 力量 诗篇一百零三章第一节 到第五节 是关于个人的部分 个人的 就是 单独 与神 关系 领受他的部分 所以第一节他说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放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生命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 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 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还有第四节 第五节 都是讲于 关于个人 对神所领受的部分 那么我们将分了几个部分 关于这个诗篇一百零三章 哈利路亚 如果我们看耶和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 他说呢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尘事来敬拜他 那么大卫所说的 我的心啊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他在说呢 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生命 不单单是用口 来赞美称颂神 是我们整个心灵里面 全部里面 就好像说 每一个器官 都要称颂耶和华的圣灵 每天起身的时候 我们说神啊 我要 我要 赞美你 我要歌颂你 很多时候呢 如果我们的圆语 一直讲消极的话 一直看着那些 悲哀的事的时候呢 我们心里面就 士气了神要给我们的喜乐 所以当我们敬拜 敬畏耶和华的时候 说 我的心啊 我要称颂你 凡在我里面的全部 都要称颂你 如果你常常被圣灵引导的时候 赞美神 不是困难的事 前几天 前几天 为了一些事 感到有点烦焦 所以我就跟神说 神啊 怎么这种 重的事会发生呢 那么圣灵就向我的灵里面 印证说 你不用担心啊 你才讲过这四篇二十三篇 你还记得吗 我在你的地人面前摆设演戏 我耶和华会为你 处理这些事 你不用担心 哦 哈利路亚 所以当我们说神的话语的时候 这地首先受到造就的呢 就是我们本身 当我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 本身就受到这个很大的造就 所以当我们来称颂神的时候呢 不单单只是哈利路亚 噢神啊 我爱你啊 我赞美你啊 No 不是这样的 你全 你的心里面全部的 都来 赞美神 那比方说呢 如果你 看一个好像说 运动啊 打野球啊 或者是踢足球啊 当你 支持的那个队伍 团队赢的时候 拿到冠军的时候 你是不是说 哦 哇 very good 如果你看到好像 世界杯打足球的时候 当他们支持的队伍 赢得那个奖杯 冠军的时候 哇 全场方盆 他们大声喊叫 而且不是说 哦 很好 我们赢了 我们说 哦 这个是很美好的事 我们胜了 所以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对我们 真神心里面表达出来 称颂他 不是好像说呢 很保守的那种 所以当我们的敬拜呢 当领事的时候 虽然我们在线上相见 也要在想象中 你会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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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的心灵 就会领受到 神对你的恩告 哈利路亚 所以马可福音呢 第十二章第三十节 他也有讲到 你要尽心 尽心尽心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这个是最大的诫命 不是半个心哦 尽心就是全心全意 尽心 尽丽 尽意 尽力 爱主你的神 哈利路亚 当你跟一位 被圣灵充满的人 谈话的时候 你也是能够感受到 他是被神 圣灵充满的 刚才我跟梅牧师 我们教会的梅牧师 通电话的时候 我在驾车 我在赞美神的时候 梅牧师跟我讲了几句话 我跟他讲 牧师 我要发笑了 哈 因为在灵里面 我能感受到 圣灵在他生命中的恩告 那么这个圣灵呢 在同心的话呢 他就感动了我的心 就给我心里面 很多的喜乐 就是跟他谈话的时候 跟梅牧师谈话的时候 我说哈利路亚 神啊你的喜乐 充满了我的心 我就自己在那边发笑 哇 弟兄姐妹 我就在那边开始赞美神 说天父啊 你是多么好的 你是对我们满有慈悲 满有慈爱的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敬拜 称颂主的时候呢 是全心全力了 尽性的 凡在他里面的 也要 称颂他的生命 一切的器官 都向耶和华 还福 我们来思想四篇 单三十二篇 第十一节 他说你们 义人 应当靠耶和华 欢喜快乐 你们心里正直的人呢 真正的人 都要当还福 所以当这个大卫写 四篇一百零三篇的时候呢 就讲到他对神 用他的心灵来敬拜他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 第十二节 他说的 你们要欢欢喜喜而出来 平平安安 蒙影岛 大山小山 必在你们面前 开声歌唱 田野的树木 也都要拍掌 想像树呢 拍掌呢 是一件很辉煌 灿烂的情景 那就是讲出呢 我们做信徒呢 要这样的呢 要这样的呢 来歌唱 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呢 大山小山 必在你们面前 开声歌唱 天野的树木也都拍掌 哇 那么 你们如果去过新加坡呢 他在神多沙 神多沙那个岛呢 就有一些 银叶的那个铺 那个水 喷水出来的 很美喔 就说呢 跟着这个银叶呢 它的水呢 就在那边流动喷出来 那么就 你在看的时候呢 你就看了 觉得这很奇妙的事 弟兄姐妹 今天呢 当你崇拜的时候呢 开声 用你的全心全意来 赞美我们的真神 那么你就会 在崇拜里面呢 得到新的力量 神也利用崇拜 用祂的话语 来增加我们的信心 诗篇103篇第二节 他说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人的弱点很多时候呢 就是 忘记 我们所领受的恩惠 或者是 人家帮助了我们 我们忘记 他对我们的好处 但是如果人得罪了我们 有时候 就 比较难忘记 圣经里面说呢 我们要赦免人 很多疾病呢 的开始就是 不肯赦免 别人的过犯 而导致成 骨痛 骨头痛 或者其他的疾病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常常赦免别人 但是我们也要一致 记住耶和华 对我们生命中的恩惠 在生命记里面 第八章 第十一度到第十四节 这个是生命记 第八章十一到十四节 我读给你们 他说 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 你的神 不守他的 杰命 典章 律略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 就是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话 摩西领导他们离开埃及 第十二节 恐怕你吃的饱足 建造美好的房屋 记住 你的牛羊加多 你的金银增添 并你所有的都加增 第十四节 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就是将你从埃及里反奴之家 领出来的 所以圣经里面说 不要忘记 神给我们一切的好处 一切的恩惠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第十八节他说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你的货财的力量 是他给你的 唯要坚定他 向你列足其事所利的愿 就表明说 我们一切财富 是我们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要做一个重心的仆人 来处理神给我们的一切财富 当我们领受到这样多的祝福的时候 不要忘记神的恩惠 所以摩西在早期的时候 已经欠告以色列人 当耶和华祝福你的时候 不要忘记他的恩惠 哈利路亚 我们常常有听说 耶稣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第十七节 耶稣医治了十个犯了这个大麻风 疾病的人 当耶稣行了神迹 医好他们的疾病的时候 结果只有一个人 回来向耶稣说谢谢 路加福音十七章 第十七节 耶稣说 捷径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所以人的缺点很多时候 当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恩惠的时候 我们复列了 来感谢他 哈利路亚 第三节他说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抑制你的一切疾病 当我在思想这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就想 神啊 你不单单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过 罪孽 你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 我参加过梅牧师 她的布道会 或者她的医治大会 我们看到很多人呢 领受到神给他们的神迹 就是在疾病得到医治 很奇妙的 我们常常有看到 很多生病的人 在上网的时候 梅牧师祷告的时候 很多人给了见证说 他们领受到神给他们的奇迹 的神迹 得到医治 哈利路亚 医治的恩高 就 来医治了一切 犯病的人 所以在以赛亚 五十三章第五节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 他是耶和华 那知呢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苦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爱的刑法 他受的刑法 我们得到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的医治 弟兄姐妹 神是医治我们的神 他是赦免我们的真主宰 为耶稣来的世界上呢 乃是要救续我们每一个人 来粉碎了魔鬼一切 对人类的捆绑 在诗篇 诗篇呢 103第四节 他说呢 他救赎你脱离死亡 以忍耐和慈悲 为你的冠冕 哈利路亚 那么我们想起呢 上一次我们听到 诗篇二十三篇呢 就说呢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忧谷 我也不怕 因为我知道你与我同在 弟兄姐妹 经过危险的时刻的时候 继续仰望神 因为他与你同在 他什么呢 他与人爱和慈悲 为你的冠冕 哈利路亚 这也是记载在诗篇 二十三章第六节 他说呢 我一生中 必有神的恩惠和慈爱 随着我 那有时候你问我 哎 Brother James 我知道神的慈爱恩惠追随我 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 我的生命中 这些事的发生 弟兄姐妹 继续仰望敬畏耶稣基督 在他 在他 暗定的时间里面 你要 领受 他给你 生命里面 的突破 所以第五节 他说他用美物 使你所厌的得以之处 以至你独阴 烦恼还童 哈利路亚 他用美物 使你所愿的得以之处 good things satisfied with good things 如果我们记得呢 当阿波拉罕 带他的儿子以撒 要去做 献祭的时候 那时候呢 我相信阿波拉罕 他是凭信心而行的 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说 阿波拉罕呢 心里面在挣扎 没有 他就凭着信心 带着他的儿子以撒 要去献给神 这是一个挑战 弟兄姐妹 有时候 当我们还有领受到 他给我们的美物的时候呢 你要经过一段的试炼 你要经过某些的考验 阿波拉罕经过这个考验 他就看到神迹 耶和我对他说 阿波拉罕 阿波拉罕 我现在看到你的心 我看到你的心 就是你顺服信靠 将你自己的儿子情愿 来献给我 那么神呢 就安排了一个羔羊 给他呢 做代替这个以撒 来献祭 那么我们就看到 常常我们所说的 神是我们的供给子 耶和我以乐 但是当阿波拉罕 没有体验这个耶和我以乐 的时候呢 他受到很大的考验 就是将 要将他的度身子 来献祭给神 这个是不容易 这个是不容易的考验 比方说呢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孩子 神对我们说 我要你将你的孩子呢 奉献给我 我献祭不是奉献罢了 献祭就是呢 要把那个人来杀害 做父母的 我们真的是 真的很难来接受这样的事 但是阿波拉罕 他凭信心 他就顺服了神对他的吩咐 所以弟兄姐妹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呢 就是不要围穿影视来忧利 因为神呢 他要 要给我们这些所需要的 所以圣经马太福音呢 我们思想第六章三十三节 他说你们要先行求他的果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就要给你们了 有一天呢 门徒问耶稣 你教我们祷告吧 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十一节 就是关于主导文 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一节 他说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你还记得玛拿吗 玛拿就是在出埃及记 神给他们所赐的事物 那么玛拿 是每天早上他们去 去他们的屋外那边呢 去领受的 记载在出埃及记 第十六章第四到第五节 耶稣 耶稣对摩西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 我好试愿他们 尊不尊我的法度 耶稣说 每一天你收那天的份罢了 但是他在第五节 他说到第六天 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一倍 比每一天所收的多一倍 第十九节 摩西对他们说 你所收的 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 就是说你今天拿的 不可以留到明天 要吃完它 第二十节 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 内中有留到早晨的 就生虫变臭了 摩西便向他们发怒 耶和华是我们的供给者 他说每一天我们信告他 求他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领受神每一天的恩惠 每一天他给我们的慈爱 耶尼米埃哥第三章 第二十二度到二十三节 他说我们不至于灭亡 是处于耶和华 主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 至于不至于断节 第二十三节 他说每早晨 这都是新的 你的城市极其广大 有话对以色列人说 你领受今天的粮食 你不要受这 因为每天我会给你新的 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神 他就赐给我们每一天 所需要的饮食 我们凭信心来领受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负分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主 第二十四节 我心里说 耶和华是我的份 因此我要仰望他 生命里面我们仰望谁 弟兄姐妹 我在1979年 参加新加坡布道大会 Billy Graham的布道大会的时候 那时梅牧师也参加 克培里Billy Graham的布道会 在新加坡 但是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 为什么呢 神呢 这在时间里面 祂要祝福我们 因为每一天 祂的城市 都是新的 哈利路亚 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面 行求他的耶和华 必施恩给他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第三十一节说 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利 他们必如印斩至上坡 他们奔跑却不困见 行走也不疲乏 哈利路亚 他给我们新的力量 但是我们要等候他 要思想神的话语 诗篇一百零三 第六到第七节 他说呢 就是将你国家的祝福 耶和华实心公义 无一切受其人生 这部分子 是讲到耶和华 师父给一个国家 他是摩斯 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 晓得他的作为 弟兄姐妹 让我们继续为这个国家来带导 每天你看到这样多的新闻 真的于是很混乱 看到每天的病情 看到经济 脆弱 我们真正的 要继续为这个国家来带导 为我们的祖国来带导 求神 是恩灵面 所以呢我们看到呢 就是记载在 历代之下 第七章 第二十四节 历代之下呢 第七章 第十四节 就讲到 我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祷告 醒去我的面 转灵他们的恶行 那么呢我就要医治他们的国家 弟兄姐妹 这是我每一个人的责任 是为着我们 子子孙孙的前途来祷告 不是单单关于我们罢了 哈利路亚 我们肯定的知道 神会在这个国家行奇妙的事 但是成为神的教会 神的子民 我们要继续来为这个国家带导 这是我们的责任 诗篇第百零三章 第八到十四节呢 这里就讲到 神有赦免的慈爱 他有赦免的慈爱 因为第八节他说 有啊有怜悯不有恩典不轻易发怒 却有丰盛的生命 他也不长久这辈 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造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 想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所以感谢赞美主 借着耶稣基督 来到世界上 道成肉身 赦免我们每个人的罪过 因为我们的罪就好像东于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呢 一切就这样远地离开我们 哈里路亚 感谢赞美主 十三节呢 他说呢 父亲怎样离免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离免敬畏他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敬畏耶和华 他就施恩离免给每一个人 哈里路亚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罢了 耶稣来了 拯救整个人类 脱离凶恶 叫每一位人 承受丰盛的生命 他说了我来的乃是要叫羊得到生命 并且得到更加丰盛 哈里路亚 诗篇呢 第103第15到18节 就讲到耶和华永远的慈爱 第15节要说 管你世人 他的年子煮草一样 他法王主无野地的话 进风一吹便鬼无有 他的言处也不再认识他 第17节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很古到永远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感谢赞美神 所以我常常很多 当我小在这个主日谢小的时候 常常主日谢他就叫我们唱一首歌 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是主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 他说我平安的夜也不迁移 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 弟兄姐妹 可能我们处生在一个艰难的时刻 也可能我们在一个丰盛的时刻 也可能我们在一个丰盛的时刻 常常仰望来赞美神 常常称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第十八节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业 纪念他的训辞而尊心的人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神 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三节 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三节 耶和娃向以色列显现说 我永远地爱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了你 弟兄姐妹 神的慈爱吸引了我们 所以我们说呢 神啊 当你吸引我的时候 我就快跑随你 那种亲密的关系 就让我们能体验到 神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动工 我们能走在一个 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的道路上 因为他为了他的名 引导我们走一路 弟兄姐妹 我们愿意吗 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 我们快跑随他 因为他已到灵灭 他已到慈爱 吸引了我们 他爱我们 他要引导我们 感谢赞美神 在诗篇一百零三篇 第十九到二十二节 这个就是关于全这个世界 有气息的 都要称颂耶和华 第十九节 他说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钱比同管万有 第二十节 所以他命令成见他旨意 有大能的天使 都要称颂耶和华 第二十一节 你们做他的祝金 做他的铺一 行他所喜悦的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 在他所指里的格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 都要称颂耶和华 哈利路亚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弟兄姐妹 心里面可能有更大的问题 但是感谢赞美主 因为他住在我们心里面 大过那世界的撒旦 借着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权柄 给我们的能力 我们能抵挡生命中一切的考验 诗篇一百五十篇第六节 他说呢 凡有欺欺的 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神 我们每一位 每一位要赞美 诗诚 称颂 耶和华 三位一体的真神 圣父圣子圣灵 就借着耶稣来到世界上 向我们显明的神的本性 所以当每天我们睡醒的时候呢 我们一开口说 我的心啊 我要 感谢赞美 称颂耶和华 如果你们这样行呢 你一觉得你心里面 圣灵就给你新的力量 感谢赞美主 这个星期呢 接着诗篇一百零三篇呢 每一天你思想的时候呢 我跟你保证 你灵里面 你灵里面将领受到圣灵给你的力量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神 天后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 神啊 每一天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 每一天 每一天我们要感谢赞美 称颂你 因为你是全能的神 你的本性就是 以你的怜悯和慈爱 来保护我们 来带领我们 今天 我们为着那个身体不舒服的弟兄姐妹 来祷告 如果你身体不舒服 的时候 你伸起你的手来 来全心教你的病痛呢 教给耶稣基督 我们奉耶稣的名 叫一切的疼痛 叫一切的疾病 离开你而你的身上 我们困绑一切疾病的灵 奉耶稣的名 叫他离开你而你的身体 叫他们身体得到医治 神啊 以你的慈爱的灵敏 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弟兄姐妹 感谢赞美神 继续仰望神 祂要给你这个医治 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祂是神 西在 今在快来去玩 万喜要回吧 万口都要承认 祂是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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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 再来使我们唱 唯有祂 唯有祂陪的 赞美 祂是主耶稣 祂是主耶稣 今再快来去 万喜要回吧